如果艺术体操有另外一个名字 那一定是卡纳耶瓦 似乎一切美好的词语 都可以用在世界艺术体操女皇 叶夫更尼亚卡纳耶瓦身上 她长相甜美 身材修长 气质优雅 娇美若桃李芬芳 举致有幽兰之姿 宛若仙子降临人间 一出道就成为万众主步的焦点 而如果你看了她妙态绝伦的表演 会觉得用一切堆立的华丽词枣 形容她也不过分 朱英卷转心速摇 花慢抖擞龙舌洞 五滴杨柳搂心月 割进桃花山底风 在22岁时 她就成为了历史上首位 连续两届在奥运会上 获得个人全能金牌的运动员 三届世锦赛冠军 三届欧锦赛冠军 还有数十个世界杯和大奖赛的冠军 在短短九年的职业生涯中 卡纳耶瓦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她王者无敌 孤独求败 统治力前无古人 恐怕也后无来者 1990年 卡纳耶瓦出生在西伯利亚 厄姆斯克市的一个体育史家 母亲是艺术体操运动员 曾获得过苏联体育健将的称号 父亲则是颇有名气的古典式摔跤教练 她的外祖母在卡纳耶瓦六岁时 带她进入艺术体操世界 而最初的目的并不是成为职业运动员 而是为了校正她的身姿体态 以及有点弯的双腿 凭借着无与伦比的天赋和热爱 卡纳耶瓦在众多孩子中脱颖而出 她回忆到 小时后 自己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体操房 外祖母站在寒冷黑暗的走廊上 等着接她回家 回家后还会嘱咐小卡娃 把当天所学的动作重复再做一遍 就像又上了一次体操课 那时候 善良的卡纳耶瓦还热衷于照顾别人 得到了一个特雷莎修女的绰号 12岁的卡纳耶瓦入选俄罗斯艺术体操少年队 13岁时就获得了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少年组冠军 随后顺利入选成年国家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卡纳耶瓦有着极强的自力和毅力 日复一日地进行着高强度的训练 但为了控制体重 她每天吃的很少 几乎不吃任何烘焙的食物和零食 如果忍不住吃一点巧克力或者冰淇淋 接下来的一整天就绝对不吃任何别的东西 我心肠胆 吼姬勃发 2007年欧警赛 作为替补队员的卡纳耶瓦 凌危受命 她牢牢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出出茅庐的她战胜了当年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选手贝索诺瓦 卡普纳诺瓦和卡辛纳夺得了金牌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她成功夺得了艺术体操个人全能金牌 属于卡纳耶瓦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2009年巴库欧警赛 卡纳耶瓦凭借稳定的发挥 一举获得五项冠军 09、10和11年市警赛 她一共收获了15枚金牌 成为历史上获得市警赛金牌最多的艺术体操运动员 这是一个几乎无法被打破的记录 2012年伦敦奥运会她再次力压群方 蝉联奥运会全容金牌 勇宰史册 轻步慢舞若艳反扶巢 万物若艳反扶巢即飞 即飞高翔如雀鸟叶金 卡纳耶瓦的身体协调性和控制力非常优异 她的转体和跳步能力极其出色 类似踹咽转体720度这样的高难度动作 完成起来轻松自如 被称作艺术体操界难度第一人 她对器械的使用也极其鲜熟 视线外大抛街全部精准无物 另外卡纳耶瓦喜欢追求新的舞蹈动作 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 她还喜欢读夜赛宁伤感的抒情室 看前苏联的经典电影 非凡脱俗的气质加上无可挑剔的基本功 以及美轮美奂的张力十足的动作设计 这样的卡纳耶瓦几乎无法战胜 伦敦奥运会后 巅峰状态的卡纳耶瓦选择急流勇退 亡者无敌孤独求败 虽然人已不在江湖 但江湖上永远留下世界艺术体操女皇的传说